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话多蒙垂听 参考经文 多言多语难免有过 禁止嘴唇是有智慧 箴言十章十九节 如今似乎你说的话越多 你就越有能力或越受欢迎 无论是在社交媒体上 在每日新闻中 在政治上 还是在董事会会议上 你说得越多而且越大声 你的影响力似乎就越大 但是神如何看待我们的喋喋不休呢? 圣经警告我们 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言语和使用的方式 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七节 耶稣鼓励他的信徒 在祷告中不要用很多的话 好像这样会使他们在神面前印象更深刻 他说 你们祷告不可向外邦人 用许多重复话 他们以为话多了 闭蒙垂听 当我们试图用许多话打动神或他人时 有多少次觉得自己被听见 我们是否试图通过加快语速 主导对话 占据上风来证明自己 真言十章十九节说 有智慧的人会避免多言多语 他们说话谨慎 有智慧 有分辨力 他们知道 倾听比说话更重要 耶稣深思熟虑 眼光敏锐 这也应该是我们的目标 让我们一起祷告 信实的神 感谢你爱我们 尽管我们有诸多缺点和失败 如果我们以为 祷告时话多就能蒙垂听 请赦免我们 并帮助我们谨慎地 对待我们的话语 阿们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